大家好,我是顾影琼博士 现在是美国时间2020年11月3日 西海岸时间晚上7点49分 虽然说现在各个网站还没有正式指出 谁将赢得美国总统 但是根据现在的表现而言 各大网站的预测概率已经指出75%以上 特朗普将连任 那么我现在就要用跟前这个动图 来给大家解释一下 为什么现在虽然最终结果没有出来 但是呢我们也可以看见 特朗普将以大概率的获胜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图上的这个区域 红色代表了共和党 然后泛蓝的或者蓝色月深的代表了民主党 目前特朗普在所有的摇摆州都领先 你看当红的这些都是他领先的州 并且他还获得了最北面的缅英州的四票 那么也就是说他在最终获胜的时候将会是310票左右 那么我们看看中间这些深红的表示 是共和党已经完全控制了 然后主要的几个大的州 佛罗里达领先已经达到40万票 几乎不可能翻盘 还有乔治亚 北卡罗莱纳 宾州 宾备法尼亚 俄亥俄 密西根 威斯康辛 现在之所以没有宣布结果 也是因为大家还要在等最后的选票 从这个西海岸方面出来 但是基本上已经不影响最后的结果了 从我现在看到的节目 CNN已经在讨论 为什么这一次就拜登表现的是这样 没有达到大家的预期 而共和党的支持 狐狸台 这个Vox News 现在已经讨论 为什么他们成功了 也就是说 也没有事先的 这个各大媒体所说的 Joe Biden会轻易的大比获胜 现在看来 还是特朗普311票左右 将获得下一任美国总统 所以说大家以后对这个民调 还是要小心为事 千万不要轻信进行民调 因为民调的话 也很容易被某一个组织 或者党派来控制 我们可以看见 下面这些红色的 其实都已经确定是 这个共和党的选票了 只是大家 还是要再走个形式 我预测两个小时之后 特朗普就会在白屋 宣布自己连任 再来 继续 大量的小时之后